没错 我就是本案的凶手 何刀疤 昨天下午5点10分 我发现真保险在天台打电话 我偷听到他在威胁电话那头的人 让他明天杀了我 还说有人告诉了他一个万全的杀人计划 为什么真保险要杀我呢 我不知道原因 但我必须阻止他杀我 正巧我也担心他发现我的真实身份 并且告诉江湖龙弟 我决定将计就计 利用他的杀人计划将他反杀 我按照电话里说的找到了他的杀人计划 发现他想在13号早上7点 我回到家去厕所的时候杀我 想到他很有可能还有同谋 如果我贸然使用他的计划 可能会引火烧身 我决定将他计划里的20分钟 可以燃烧一半的檀香 换成40分钟 才能燃烧到同样位置的同款檀香 真保险不明就里的同谋 会以为檀香燃烧了20分钟 只要我在这20分钟内有不在场证明 就能完美地排除我的嫌疑 13号早上我提早下班了 6点50将真保险迷晕带到公共厕所 把它靠在门上装成死前 还想要开门逃出去的样子 然后将一点济燃的超受力尼龙绳 绑在檀香的三分之二处 再连接到门把手上 将绑好钉子的尼龙绳另一端 我下了楼到楼下早餐店吃早餐 顺便让早餐店的老板和客人 都成为了我的不在场证明证人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